消沙流程 出示当地健康码 体温检测 消沙通道60秒全身消毒 免洗洗手液洗手 10秒鞋底消毒 电子监控测温 消毒检验标签确认 分散就餐的后勤保障 一人一桌 间隔两里杜绝围桌 极致专业的防控措施 演播厅全区域消毒 转播车 导播间 不聚集 戴口罩 科学保障严防控 凝聚同心战疫情 相约精彩 春暖花开 欢迎收看大型音乐励志节目 天赐的声音 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录制 在疫情期间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和做到的是 全场严格消毒 全场无观众录制 全场佩戴防护口罩 全场保持安全距离 请相信 也请放心 我们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共课时间 由于疫情期间 我们的音乐合伙人阵容 也有所变动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欢迎海权老师 哈喽 大家好 其他的音乐合伙人表演的时候 我其实很信仰 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去 用音乐来诠释自己的情感 我们新来的韩轩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希望能够在这里碰撞出一些 平常可能我自己 也不会去涉及的那种 音乐的形式啊 舞台的呈现 给大家一些小的惊喜吧 四位音乐合伙人 也将会用他们的方式 为爱发声 用音乐传递力量 用这种力量 抗击疫情 早日战胜疫情 一个人都没有哎 我怎么是第一个到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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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奈组合中心位 李文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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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哈喽哈喽辛苦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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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 哈喽哈喽 Politics 你怎么知道是我 哈哈哈你怎么知道 是我 因为你做发型吗 哈哈 啊 你 happens 春晚认识的吧 是一个很内向 唱歌很好听的一个大男孩 他的高音挺厉害的 你们好 这是 郭文老师 郭林拉老师一进了 这么炸吗 飞行合伙 我觉得他应该坐在台下才对 老师我们合作舞台的话会非常合适 我也是一个很有艺术的男人 他刚刚见到我也是这么说的 是吧 可以跟不同的人合唱 既是对手又是合作者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挺有挑战的 欢迎各位飞行合伙人 欢迎你们 在我的右手边 有六瓶 经典 有机难 每一瓶的瓶身上 都有你们各自的名字 六位来选择自己的大道 在今天天赐的舞台上 碰撞出新的火花 真的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我最怕跟郭林娜老师 不太是在一个频道上的 郭林娜老师我是真的不敢合作 担心自己会不会扯人家后腿 跟谁大家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蛮喜欢跟非常年轻的歌手 一起来合作的 但是前提的是歌手必须要努力 必须要认真完成 就看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合作 本节目由13年坚持有机的经典独家冠名播出 天赐经典畅想健康 有机新生活 5G视频手机双防抖更清晰 本节目由全新的OPPO Reno3 Pro 特约播出 有事没事玩神五四 本节目由快乐社交网游 神五四陪伴播出 登陆独家音乐合作平台 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 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畅想天赐金曲 畅想有机生活 欢迎各位收看 浙江卫视2020第一季度为您诚意奉上的大型音乐励志节目 经典天赐的声音 接下来 有请今晚的第一组表演者 那接下来马上要进行到的是我们飞行合伙人的组合的环节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在我们节目当中想要获得好运的话 有一个非常棒的方式 那就是喝3.8克优质乳蛋白 好营养好品质 健康有机正能量 经典有机呢 可以获得天赐好运 更有机会唱天赐金曲 首先我第一位邀请的就是刘伟 你来选择自己的搭档 接下来当你拿到哪一位名字前面的那一瓶经典天赐有机来 他就必须要跟你成为搭档 慎重啊 天哪你站在了霍尊的表情 如果刘伟真选我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种挑战性 可能我要试着跳一跳 刘伟呢 他很幽默 那如果跟他一起做一个比较幽默的作品 我也请期待 我说实话 像霍尊啊 宫林娜老师 我是真的不敢合作 我选择的是 李文汉 我很希望跟文汉在一个舞台上表演 让大家知道知道两个冠军会把舞台炸掉 来吧 你们就正式的搭档了 刘伟作为曾经的选秀节目的冠军 出道季巅峰 最后呢 是一个综艺卡搞笑的形象 被大家所记住 歌手的身份 好像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所以今天他会带来怎样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也很值得期待 李文汉应该是现在的年轻的孩子 他们所爱看的选秀节目出道的偶像 但是现在这样的偶像真的很多 他是14年后的冠军 我是14年前的冠军 我也很有压力 因为毕竟文汉是男团 偶像 唱跳 俱佳 虽然我自己很擅长跳舞 但是毕竟是14年前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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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里 这块地方总是记不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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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响天赐金曲 唱响友知中国 马上进入到经典唱响时刻 唱响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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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镜子里的我 忽然发现我发心睡得有点苦手 一点点改变 有很大的差别 令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 最近比较烦 最近情绪很down 每天个新闻都会很想 大声成长 但谈话没用 大家只会成熟 我改变自己发现他有无从 心里大的朋友 我们好好的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的说 我可以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多么 改变相亲 要一直努力 要一直努力努力 永不放弃 很大的差别 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 期待的朋友 我们好好的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的说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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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可以改变世界 Come on 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渴望 改变消气 但可以只努力 努力 永不放弃 才可以改变世界 Come on 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渴望 改变消气 努力 努力 永不放弃 才可以改变世界 看我改变自己 Come on 改变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 我是第一次看到刘伟在舞台上表演 我特别喜欢今天的表演 包括文汉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初次见面 你好 初次见面 张杨老师好 你好 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 我就觉得说 是什么契机下想要唱这首歌 甚至是有什么含义吗 我跟文汉最开始认识的时候 是在卖货的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参加比赛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是在一个网络平台 然后一起在卖一些母婴的产品 然后当时文汉就在地上做俯卧撑 我们就各种玩游戏就为了能把这个东西卖出去 然后这一次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但是文汉通过比赛已经改变了自己 现在越来越棒拥有这么多人喜欢他 其实我参加完那个节目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人喜欢我 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偶像什么的 其实我一直给自己标榜 就是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全能型的艺人 艺人总得有自己代表作吧 所以一直在头疼 一直在就是哭闹 所以我就站在这儿 然后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代表作 我有时候迷茫也是迷茫在这儿 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好的作品 我也没有一个能让别人看到的舞台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是我自己不够努力 但是刘维我要多说几句 我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是在一个录一个科技的节目 我记得那天主持人Q到刘维 给大家唱一段 你只要Q到他唱歌的时候 他一下就是眼睛就亮起来了 我记得那天你在台上 就是又唱又跳 但其实这样的片段 节目真正播出的时候 是不会剪进去的 但是并不妨碍他在那个时候 全情投入地在位场上 所有的人唱歌和表演 因为我相信那个时候 刘维还专门说我是一个歌手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谦虚说你不努力 这么多年我认识你 我觉得你一直很努力 谢谢 我觉得我们有点在害刘维 这怎么讲 我们是温水煮青蛙 跟他说了一对安慰他的话 那意思就这么下去吧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 我很了解他的状态 刘维是05年的选秀比赛 对吗 我是05年开始当评委的 所以我们算是选秀 1.0时代 我是这么看的 我现在深深觉得 从选秀以来 1.0时代的歌手 是最最难过的 因为当时的媒体 当时的这种生态 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 所以刘维算是幸存者 但是他幸存得非常辛苦 就是说他不能真正地当一个歌手 他要做各种 好像跟音乐相关斗 但又不是相关的事情 我特别能懂 因为我是说话比较多 然后搞笑比较多 然后不停地工作 然后想站舞台上唱歌 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你不像别人 可能你真的 对 所以刘维我给你一个忠告 一个建议 放弃一些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曝光度 把自己的作品准备好 哪怕那一次的曝光 它可以奠定你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可能更重要 要赚钱 养活自己 我觉得活下来很重要 我觉得男人要活得有尊严 能够让自己过得好 能够让家里人过得好 那是一种本事 因为如果你连活下来的本事都没有 你就无法获得一个舞台 再去展现一次准备精心的作品 你们两个其实有很多东西 可以是互补的 就像刘维上来 可能我觉得 用力用得过火了 然后呢 文汉可能缺了一点激情 你94年 感觉没有刘维然 你可以更然一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文汉 你作为一个出道的时间 已经不短的一个偶像 你至少经历了两次出道 你跟蔡徐坤出自同一个节目 也不过就短短一两年的时间 他作为在前一届比赛的冠军 他为什么能够得到 那么多人的喜欢和肯定 你同样是那个节目出来的冠军 落差会那么的大呢 他也特别直接 其实我不在乎谁比我红 然后我比谁红什么的 就想做自己的就可以 我也出过两次到 我就不怕我就是落到低谷有多难了 对 我根本不在乎 文汉的低谷是什么 就是出道第一次 然后其实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 组合就垮了 然后后来就去参加了个比赛 对 然后才得了冠军 我觉得刚刚那些老师 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 然后都给了很多的客观的评价跟建议 因为我们的经历都不同 好像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乐坛走了越久之后 身边跟你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都会觉得你好棒 你太厉害了 胡言斌你拿了两次进去了 就都是这些声音 但是我的不足呢 我的不好呢 我哪里可以再进步呢 那些声音不会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自制珍贵 就看自己怎么理解 其实我拿冠军之后 我旁边也都是出来那种什么 哇你好棒好棒什么这些声音 其实我就觉得自己心里应该有一面镜子 照照自己 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所以接下来 我想问一下二位你们内心的那个声音 对面的四位我们的音乐合伙人老师 你们想选择哪一位进行搭档 有机会在我们的舞台上 唱响我们的天赐金曲 她是张绍涵 谢谢 张绍涵老师其实一直是我的一个偶像 对她 谢谢 从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看她演的电视剧 对 然后听她唱的歌 那么小的身体里 就可以发出那么大的能量 我就想向她靠近 然后她已经把自己的标签全撕了 现在就是一个实力派的一个歌手 不微笑是这样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我们的少涵老师了 请拿出你的CD盒 把你要选择的那一位 他的CD放进你的CD盒内 谢谢 还有其他三位老师要加入到抢人大战 我们先从韩学老师开始 请揭晓 刘伟 看一下胡彦斌老师 空 我就不跟你们抢了 海权老师还没有揭晓他的答案 刘伟 对了 因为不管 维维愿不愿意跟我唱歌 我只要表达一下 我对她的认可和未来 将一如既往支持你的态度 谢谢 谢谢老师 已经到了刘伟要选择的时刻了 三 二 一 活下来 你坚持选你的选择 先活下来 无论外界有多少声音 内心有多少声音 你要做出一个声音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 你看他下来性格那么好爽 他这个时候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是有选择综合证 好的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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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海权老师 好的 我们在这里要恭喜刘伟跟海权老师搭档成功 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的是张绍涵老师在我手中的这个CD盒了 你拿着 因为我觉得这一刻需要自己去面对的 好吧 打开这张CD盒就会决定文汉是跟我们的绍涵老师组成搭档 还是要抱汗离开舞台 张绍涵的选择是 三 二 一 请揭晓 李温 都活下来了 都活下来 恭喜恭喜 游业一场 因为我觉得他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也可以把我多年来在舞台上的一些经验传递给他 我相信这在他的音乐的生涯里面会是一个很大的要紧 有请今晚的第二组表演者 霍尊 霍尊不要再选我了 我有搭档了 提起我的话大家想到的都是中国风啊 想乐是干兵啊 这次来到天赐的舞台呢能展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选我 霍尊老师如果选择我的话 我可能会有压力 因为很早之前有看过霍尊老师的舞台 唱功非常了得 我不像刘维那么啰嗦 我直接来吧 我选龚老师 你听那么爽快 这么果断 因为跟龚老师还是很有缘的 想看看自己六年以后有多大进步吧 其实我有预感他会选择我 因为我们本身就很熟 也有过合作的默契 龚老师多指教 前两次我们俩合作都多少年前了 金箍棒呢 六年前跟他合作金箍棒的时候 我说这小伙子能把金箍棒唱下来 当时我就想挑战他 在我的认知当中 他是完全没有短板的一个歌手 他的技能数完全是加满的 需要再来一遍吗 我们不用了 没啥问题 确定不需要多再一遍吗 不需要 不要唱麻木了 没问题 挺好 我上了台 那这个舞台就是我的 完全不出任何人 只要音乐一响 我的灵魂整个都会进去 大家就谁都不要留守 看谁点高点低吧 我也当仁不让 我也期待霍尊的爆发力会更强 让我们有喜 东麟娜获尊 畅想天赐金曲 畅想有机生活 马上进入到经典畅想时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市 方文字幕志愿者 china 一观沧海 水河赣泣 山道颂枝 树木嵩生 白草蜂茫 秋风 थ Kore Sam 红薄勇气 记得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看天 还以为那就是最最遥远 却不知道你要去向哪里 更不知道你一去不换 今天还不知道啊 你和思念那个更远 明天 更不知道啊 我们要带着家园飞向谁面 明天 有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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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家园飞向蓝天 封铃街是一关苍寒 枝鹅淡淡闪到松枝 枢墨青蛇白丧枫毛 秋风潇草霍荣布庸趾 日月之夕 若出其中 心寒灿烂 若出其里 日月之夕 若出其中 心寒灿烂 若出其里 记得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看天 好像已经过了千年万年 那天的大海天一样来 我们的地球阳光 灿烂 若出其中 南天 南天 带着佳阳 带着佳阳 带着佳阳流浪 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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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真的是瞬间觉得 都不用千辛万苦地去找能量 带着地球冲出宇宙 我觉得龚琳娜老师的那个能量 就足以做到 因为她真的在舞台上的那个 那个当量太大了 她的那个声音太漂亮了 然后 我觉得大家可能平常印象中 都觉得 霍尊是舞台上那个 白衣飘飘的美少年 唱得很柔 但今天她让我很惊喜的是 她的这个声音里面有柔 她有一些句子处理的 又有那种刚毅的能量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今天让我 就特别特别的惊喜 我好喜欢她们唱歌 就希望你们做一个组合固定下来 龚琳娜老师 我们也在舞台上 有曾经有合作过 我觉得她已经是 顶级的艺术家了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 结合里面 看到的跟听到的 她已经不同层次了 很有荣幸可以听到这首歌 夸的话大家已经说了一堆了 你们肯定是非常好的歌手 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这首歌是呈现了另外一种方式 但是刘欢老师原来这个版本 他是做了一个同声 和一个成年男子的一个对比 就会觉得这首歌的变化比较丰富 但是我觉得今天 可能有一些地方的处理 略微有一些凌乱 因为你们太想要表达 不同音区的声线 原本的一种先进一般 和现实之间的对比 这种东西没有了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可惜 因为这可能是 原来这个作品里面的亮点 是吗 其实这个编曲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第一次唱的时候 我是有含着眼泪的 我觉得我们的处理是 从一开始保持一个 原来我们的世界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我们担心 我们的家园未来要安在哪里 我们俩昨天在处理的时候 也是层层递进 层层递进 然后唱到那个流浪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放开 因为那个时候是飞翔 是探索 是去寻找 是去跟天地的声音结合 因为是合唱的话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默契和配合 在我这边听到的音量更多的 还是来自龚琳娜老师的音量 就是她的音量 还是盖过了不少霍尊的声音 所以我没有听到太多 配合上的东西 我觉得在这方面 是还可以更好的 龚老师您自己去流浪 你得带着霍尊一起 你不能一个人飞着 一个人飞着老高老高的 然后霍尊你知道 就是一个平衡度的问题 其实霍尊的音色更有点像熏 然后龚老师的音色是有点像唢呐 这是两个很难去合作的音色 完全就是要靠气的平衡 这个时候一定是唢呐占优势 我把我的声音再放的弱一点 柔一点 然后放弃更多能量 然后更多是跟它融合 也向它靠一些 这样是不是更落地呢 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 武林高手会很多的记忆 但有的时候是不是用最简单的配乐 就用你的声音去表达你想表达的 甚至没有配乐 我觉得是不是把那些画繁为简 这样会不会更加能够直指人心 我们俩清唱一段好不好 我们试一试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开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声音的和谐 东陵阶时 衣冠沧海 水河淡淡 山道松枝 树木丛生 白草蜂蜂 秋风潇涩 红波勇气 好好很好 好 倾诉感和对话感就特别强烈 就是要有更多互相的融合 就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更落地 更真实 更让人听不到高音 就大音牺牲 所以我最近这些年 一直都在练习放下这些 放下所有的修饰 然后 但是是老是舒服的状态吗 非常舒服 就是说 就说着说着就唱啦 对 就是说 你知道吗 就是生活当中 音乐 它就是给我带来快乐的 我随时张口都可以来 重要不重要 那个声音对不对 不是的 而是它让我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就行 好的 好的 马上我们进行选择的时刻 相信你们心中一定会有一个 共同的声音和答案 三 二 一 你们的选择是 兵哥 胡彦斌 这是个好大的难题 好喜欢看你压力这么大呀 太难选了 你怎么选 胡彦斌老师 请做出你的选择 很两难的一个决定 龚琳达老师是一个艺术家 唱歌是非常通透的 霍尊 唱歌油润有余 现在胡彦斌老师他选择的音乐合伙人就在盒子里面 我也想问一下其他三位老师是否会加入到我们抢人的阵营当中 双汉老师 双汉老师 哎呦喂 我不找这一局呀 双汉老师 双汉老师 我特别想提醒一下海权老师 您忘记了吗 您跟刘伟有一个约定 对啊 所以如果最后霍尊选择了你的话 本场你将有两位音乐合伙人 而根据我们的规则 只能有一位终极音乐合伙人 在接下来的排练过程当中 您将要做出您最终的决定 选择一位终极音乐合伙人 排练过程当中 所以在排练的过程中 两位就其中一位可以随时走 连登台的机会都没有 是的 那我还是要争取一下跟霍尊的合作机会 刚才谈到霍尊要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有同感 要想去尝试新的不同的东西 这种冲动 如果我和你有机会表演的话 我很希望是我们做一首 能够让大家看的不一样 霍尊也包括我的作品 现在是场上两个男人之间的决斗了 所以霍尊 你要保持你原来的初衷 还是选择海权老师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冰哥说的对 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我想海权哥 谢谢 欢迎你 恭喜叫霍尊现在和海权老师 成为音乐合伙人 当然在这一刻 我们还要来揭晓胡彦斌老师 他最终的选择 霍尊 我觉得是结局非常好 因为应该把舞台留给霍尊 他应该要有更多的机会 霍尊让我感受到了 他的一个可变的可能性 我是觉得龚丽娜老师不需要去有这些 他本来就是一个让我们自己都非常非常崇拜的 尊敬的 在他自己这个领域已经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艺术家了 我从五岁就站在舞台上唱歌 然后十二岁的时候去了法国 我唱的是我家乡贵州的洞族大哥 苗族飞哥和布衣族的小调 那个时候是1988年 当时唱完了以后 全场的老外站起来 给我们贵州的孩子鼓掌 那一瞬间我就有了一个人生的梦想 我要当一名歌者 我要把中国的音乐唱到世界 如果我能活到99 我就唱到99 把中国的声音唱出来 传下去 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 谢谢 那经典呢 一开始一定是一首金曲 那金曲只有淬炼过后 方能成为经典 就像我们的经典有机奶一样 令人回味悠长 感谢您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 因为您才是真正的天赐的声音 谢谢您 再次把掌声送给龚丽娜老师 有请今晚第三组表演者 随着第二组搭档的产生呢 其实第三组呢 也已经水落石出了 男女搭配 不累 李星一的话呢 应该算是我的徒弟 边跑边唱 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 所以才能够保持今天你在舞台上 唱歌的时候 音那么准 那么稳 我投给李星一 这个舞台特别的严厉 我想听到老师们给我更好的意见 我能去突破自己 刘希君是选秀节目出身 她总是那么的淡淡的 但中间有段时间突然 好 我把掌声送给刘希君李星一 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没有看过这部戏 但是你们刚刚一唱歌 我很想去看 因为刚刚在舞台上 我看到的是浓浓的琴 而且是很富裕力量的那种情感 你们两个的合作真的很完美 让我听到什么是天赐的声音 我觉得很幸福 这细菌她的声音里面 有柔美的坚毅的力量 而且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我觉得她的那种成熟的美 是非常打动人的 欣一的表演 应该是让我很惊艳 刚才那首歌 真的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唱成欣一那样的 我觉得我要给她演唱 打极高的分数 欣一这个表现 可能跟她的师傅有些关系吧 你师傅是谁 我的师傅是胡彦斌老师 原来 原来如此 李欣一跟刘希君两位 都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歌手 但是刚刚那个表演 能够让大家记住 这个声音的能力不够 我觉得刘希君她唱歌 都是娓娓道来 非常的舒服 比如说刚刚那个歌 包括颤音的平稳度 都是非常的四平八稳 但是这四平八稳的东西 我怎么在这么快节奏的情况下 一眼就抓住我 我觉得那是可以探讨的 然后李欣一 一直她的死穴就是节奏 前面的所有长线条的声音 都非常漂亮 但是一旦到了有节奏的地方之后 有点不稳了 怎么样可以把你的声音 再把锋利的宝剑运用得好 我觉得那是关键 有一些问题想问希君 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 她是歌手的身份 今天又再一次来到这 是希望让大家好好听她唱歌 我想要从她的声音里面 还有她的故事里面 再去更了解这个人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对我的印象可能会停留在 比赛的时候 然后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淡淡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有一个三年的时间 没有跟大家见面 是我完全消失掉了 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些疾病 就是我的声音 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三年的时间 失去了我的声音 因为我一直都挺乐观 我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感冒 然后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 心态上有变化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吧 三年的时间 其实足以放弃一个理想 但是我每一次想起来 我要不要放弃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 不能放弃 因为放弃了之后 就失去了你的一个梦 我要去找下一个梦 太难了 因为我也会有吃生过 但是她是长时间的三年 我觉得那个心理的状态 其实是很难熬的 我觉得半年就很难熬了 她今天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歌手 她必须得精力 体会 到最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她所唱出来的每一字一句 才会有她独特的魅力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选这首 是有特别的意义吗 因为刚刚唱了一首叫 《想见你 想见你》 其实我心里也是有一个 很想见到的人 对 然后这个人就是我 就是三年前就已经去世的爷爷 跟别人的爷爷不太一样 因为她双目失明了十多年 在她印象中 我可能还是一个小孩的模样 其实我对她是真的是有遗憾 因为在她最后病危的时候 我没能看到她 因为她在就是 SEO的监护室里 我现在我有可能心里都在想 一个盲人 有的时候我闭上眼睛 她当时是多么的无助 没有安全感 边上没有任何一个我的家人 我现在就在想 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 我尽管能跟我爷爷说一句 我说爷爷 我在哪 我在哪 你 她有可能身 就是世界都亮了 但是我当时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在她身边 我现在想一想 这都是我的遗憾 我能不能再唱一首歌 给我爷爷 我想让她在另外一个世界 能看到所有的一切 能看到所有的光明 她的世界不再是黑暗了 对 谢谢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 来 有请新音 白月光 心里某个地方 那么凉 却那么冰凉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像隐藏 却覆盖迷藏 白月光 照天涯各两端 在心上 却不在身旁 擦不干 擦不干 你当时的泪光 擦不干 擦不干 你当时的泪光 像流云 像流亡 又忍不住回响 像流亡 一路跌跌撞撞 你的捆绑 无法释放 谢谢 爷爷我长大了 谢谢 爷爷我长大了 谢谢 爷爷我长大了 谢谢 我其实也是从小 跟爷爷奶奶感情特别好 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爷爷过世的时候 没有在身边 他一唱歌 就是相同的那种情感 就会调动出来 你就会觉得 当你今天很好的 站在舞台上 你很动情 很光鲜地唱歌 可是你心里最爱的那个人 他可能 他可能看不到 你只能换一个自己的方式 我一直唱给他听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歌手的力量 是一个好歌曲的力量 他传达的是最真挚的情感 我真的被感动到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二位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 习君还有新一 对面有四位老师 你要选择哪一位 成为你的搭档 共同在舞台上 唱响我们的天赐金曲 你们的选择是 你们的选择是 胡言明老师 胡言明老师 哇 哦 他受欢迎了 胡言明 受宠若惊啊 我是非常的期待 希望你们选我的 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声音 就是我很害怕你们选我 因为这两位在我心里 都非常的优秀 我觉得你们选别人的话 我可能就被动一点 不用那么的主动 去思考 一定要做一个取舍 所以现在 要请胡言明老师 慎重的思考以后 给我一个你的选择 我真的 这两个人呢 所以现在 胡言明老师 到底你要选择的搭档 是刘锡君 还是李欣一 请胡言明老师 做出选择 我建议这门 大家可以抢一抢人 这两个真的是好歌手 好了 现在 胡言明老师的决定 她的选择 已经在我的手里了 所以接下来 请我们三位老师 要做出你们的选择 是否加入到我们的 抢人环节 我要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向李欣一 表白一下 真的 因为 刚才你所唱的 两首歌曲当中 给我的感觉就是 开口跪 再听醉 仔细一想很纯粹 你歌声当中传递出来的 那种力量 就像是经典 对有机健康生活 十三年来的坚持一样 太棒了 真的 我觉得 你仔细地品一品的话 你可以从里面品出一些 有机营养和美味的感觉 从她的歌声里面 我相信今天舞台上 一定会有一位 音乐合伙人 用她的会耳 听出你歌声当中的 那种年轻 阳光 积极 正能量的那种 有机的感觉 我在这里可以 立一个flag 如果说有哪一位合伙人 可以今天选择你 作为合唱的嘉宾 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的话 我就可以 干掉这一瓶 我们可以现在就干一个 无关最后怎么样 先干一个 来来 干了这杯 3.8克 优质蛋白的经典奶 好的 希望大家在喝 这个经典有机奶的时候 也可以获得健康 获得正能量 有请海权老师 没有选择 接下来有请邵涵老师 请揭晓 好 没有选择 最后到了韩雪老师 请揭晓 李欣一 我要跟着我的心走 我真的被你感动了 我也希望在舞台上 能够跟你有合作 谢谢老师 谢谢 是 好了 欣一是否愿意和韩雪老师 组成搭档 三 二 一 再分数一下吧 今天都好难 欣一 你要相信 相信你的初心 我觉得 我有答案了 我愿意跟韩雪老师 组成搭档 好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要首先恭喜 欣一和韩雪组成搭档 马上来揭晓 胡彦斌老师 他最终的选择 他到底选择的是欣一 还是刘希军 刘希军 恭喜 恭喜 刚刚我纠结了好久 我其实觉得 我感受到韩雪刚刚被你唱给爷爷那首歌打动了 他稀里哗哗哗哗 我到处找纸巾 没有找到 然后我在想说 他有可能会选你 这个时候就只能堵默契了 但是你们两个人真的是 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左右为难了 谢谢各位老师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 帮我们的胡彦斌老师和希军呢 选定了一首歌曲 选定了歌曲 在我们节目录制之前呢 天赐的声音 节目官方微博 发起了推荐歌曲投票 互动 最终 网友票选第一位的歌曲是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所以现在 这首歌就是二位在接下来舞台上表演的曲 谢谢海权老师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的是海权老师 他会做何选择 因为他现在有两位音乐合伙人 分别是刘维和霍尊 到底会是谁跟他成为最终的音乐合伙人呢 一会儿工作人员会给我四瓶 富含有3.8克优质乳蛋白的经典有机奶 在每一瓶奶的下面有数字 代表着各位老师的出场顺序 我们下半场再见 海权哥 海权哥辛苦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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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怪我贪心 因为你们俩都很优秀 看到你们俩的时候就很想合作 然后想到一首歌 所以我给你们先弹唱一下这歌 好呀 这歌 我可能想希望你们能跟着我唱一下那一句 那一句其实是这个歌里面极其重要的地方 就是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 啊 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 来 维维 来 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 情感 dest 알 维维 女战 现在的人 blond 维维 你不容易受伤 挺好 嗯 对 我真的出话了 我还挺喜欢你的声音的 我能感受到 你的歌词中间的那种对象感 因为我自己就是学表演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歌 其实跟表演是相通的 它最终是要打动人 所以我们可以挑一些 有一些故事情景 或者画面感的那种歌 请你看过《三成三世》吧 那歌很好听 凉凉 那咱试试吧 行 我觉得可以 这首歌可以 好 这个拍出来很好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文汉 很开心张绍涵老师能庆点我 然后我现在 马上就要去跟张绍涵老师 选歌 很期待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也非常期待 待会儿能选出什么歌曲 待会儿见 今天在舞台上 我看到你的表演 让我回想到 以前的那个 刚出道的那个自己 所以我心里就 顿时就有想到一些 很好的一些歌曲 比如说 《尼可拉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 像这样的歌曲 我没有 所以是时候证明给大家看 而且我知道你会跳舞 对不对 要融入跳舞吗 因为我觉得 如果没有一些舞蹈的 一些编排 或者是走位的话 我会觉得它缺少一个东西 重点是前两期 我都没有跳舞 真的吗 所以我的这个舞蹈 是献给你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这首歌的改动会比较大 我希望可以跟他 有一些碰撞 在这个音乐上 到底可以擦出 什么样的火花 我希望以开放的一个空间 去接受一些新鲜的人事物 还是每一天都把自己当作 是第一天出道的 那个心情一样 过尊的嗓音我觉得很适合唱 我们要合作的这首歌 刘维的嗓音唱这个选择 也很好听 能够让这首歌呢 有不一样的一种色彩 那在很短的时间内 选择跟谁合唱啊 必须很 加油 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在每一瓶奶的下面 底部有数字 代表着各位老师的出场顺序 三 二 一 彦斌老师是一 唱响天赐金曲 唱响有机生活 下半场 第一个出场表演的音乐合伙人 胡彦斌老师 唱响 从来就没栏过 因为有你在我身口 你总是倾声的说 黑夜有我 你总是默默承受 这样的我不敢远游 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就是你冰冷的手 冬月不冬让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不说 从来就没了过 因为有你当着寒冬头 你总是在我身后 带着笑容 你总是细心温柔 刻骨身后这样的我 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 我是不是你 我是不是你 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就是你冰冷的手 从来不动让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不说 你最心疼爱的人 你最心疼我把眼疼后 记得你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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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你曾说过 我就是你冰冷的手 从来不动让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不说 你却沉默不说 从来就没能够有你在我身旁 你总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不说 我就是心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不说 你却沉默不说话 你却沉默不说话 是情歌 如果说你也离开我 你爱我那一点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我感觉今天是那个升级版 就是看到两个深爱对方的人 在爱情里步步紧逼地追问对方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音乐的那个戏剧冲突很强 那个色彩很浓重 林明哥 我每次对他的期望都非常地高 果然 当那个电话声一响的时候 安静地开始 我就觉得 充满了想象空间 直接进入到你的音乐世界 跟环境里面 一首歌里面的那种层次的丰富度 剧情感的那种复杂度 然后不同的音色音阶 来回处理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虽然是第一个唱的 我觉得好像有可能又是 今天晚上的天赐进去 真的这个很难 因为它一直要变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其实要找那个合音嘛 排练时候就跟我讲 他说这个歌音区 可能不是我最舒服的 他其实这一次是 有妥协了很大的一个部分 然后为了去成就这种作品 真的特别好 我认为好的合作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掌声送给胡彦斌 刘希君 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抽到第二位出场的 张绍涵老师和李文翰 为我们共同带来 尼可拉斯 这些小声对白你都可以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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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朋友夜晚夜都是你的 你的午夜白酒在窗口 你的气氛灯光连歌手 都留给你一个人慢慢想念 你端着不停着你的手 你的微笑动作多持久 没有人能捕捉 你岂止偶像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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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岂止虚妄传说 岂止虚妄传说 你岂止偶像个手 你岂止偶像个手 你岂止虚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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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岂止这水年天大 付出该有的死亡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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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而说 你去这虚妄传说 你拯救随便颠荡 付出担忧的温暖 你去这虚妄传说 你去这虚妄传说 青春的温柔狂烈 跳动着一样颤抖 你去这虚妄传说 你去这虚妄传说 你这两世面天高 付出担忧的温暖 只是从三十开梦都可以带走 只是会有点让人更深的正 你这虚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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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虚妄传说 就是这一只人 那虚妄传说 邵涵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女王 她那个眼神特别的杀人 然后就一直死死地盯着这个男主角 我想说你什么时候看我 不敢看吗 文汉 我那个有点畏惧了 文汉真是太温柔了 我好期待比如说有一些戏剧桥段 你作为男生你上去一把那个抓 你要让观众真的觉得 这是有力量的 女主把你啪甩开 就是这种过招 我就特别期待有一些更释放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也是初次合作吧 会比较体谅女生 其实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少汉老师的时候 我就说了就是 是我之前的偶像 我是看公主小妹长大 然后我坐在那里就 感觉特别的不自在 就不知道在干什么 相信观众朋友也都感受到了 这首歌里面的歌词 你其实是偶像歌手 我相信你们选这首歌 有特别的原因对不对 其实因为大家心目中觉得 我是偶像出身的 从我真正在戏剧里面 得到了一些掌声的时候 我很想要去告诉大家 我是一位歌手 我很想唱歌 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面 每一天我要练嗓 我要开嗓 所以一直到现在 今天这一刻 我都是努力不懈 我相信很多的偶像也是如此 他们就跟我们任何人一样 站在舞台上 就想要唱歌 喜欢音乐 对音乐有热情 再次谢谢我们的张少涵 谢谢李文翰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海权老师和他的音乐合伙人 为我们带来 先走的人 比较不容易受伤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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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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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恒惡地走在路上 披着坚强 背着倔强 却一个没有你的地方 没有慌张 不再失望 牵走的人一脚不容易受伤 牵走的人一脚不容易受伤 都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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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雨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是烧纵即使的追选 离开的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 那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忘掉了 那自己不会孤到忍住 要摆到悲伤梦 让人傻傻的停顾 我不辜负 而想对我的眷顾 而想对我的眷顾 遗忘是我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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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爆发 都有片刻明镜 一切爆发 都有容长的回应 一切 都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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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隐 选走的人一脚不容易受伤 选走的人一脚不容易受伤 你们两脚不容易受伤 是命令 都是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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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命运 都是眼影 都是命运 都是 超好听的 我特别好奇咱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 你们是不是故意唱给刘维的 因为维维她其实也是很棒的歌手 说实话 然后跟他们俩沟通的过程中 我体会到了跟霍尊的这个 相对这首歌的更多的默契 所以其实不是维维不够好了 是这首作品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心灵上更默契的人 在台上这个我自己也很享受 也没想别的 所以非常感谢 海群哥 那个乐器叫什么 跟个大铁锅似的 应该叫Hand Pan 翻译过来叫手调 它其实这个乐器应该是在 融合了打击乐和有音高的乐器的 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发明 大约十几年前才发明出来的 真的太好听了 整个的改编 舞台上的呈现 而且它们两个声音很不同 但是又融合得特别好 就是你会觉得是 真的是天籁的声音 是天赐的声音 太好听了 过奖过奖 不敢不敢 其实一首歌的呈现 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说在你唱的时候 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 在你的唱功 在你的编曲上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层面 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层面 就是当你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 所有人陷入一种沉思 陷入某种回忆 想起某个人 我陷入到一个沉思 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刚刚过世的我的好朋友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首歌的歌名 我真的感觉好像是送给他的一首歌 所以我觉得我挺激动的 因为我不知道 我怎么去表达我的那个心情 我刚才真的是流泪了 但我 你说刚才你们唱了什么 我现在可能让我回想 我想不起来了 但是你一直把我带到 那个情境里面去 当这首歌唱完了 我好想说 你们再唱一会儿吧 让我再在这个回忆里 再找他一会儿 就是这种感受 我觉得这应该才是最高级 最好的表演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霍尊 海星老师 谢谢 新一 我看你有些紧张 推荐一个我朋友喜欢玩的游戏 给你 这啥游戏剪 神五四 我朋友经常在神五四打牌位 有事没事都会玩 组队 战斗 养猛虫 还能认识很多新朋友 你要不也试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上 我们最后一组 让我们欢迎音乐合伙人韩雪 和他的搭档李星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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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听节目精彩的 李宗盛 李宗盛